马来西亚老师我是喜耀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 请看一下 这是今天老牧最嚣张自大的一个新闻 今天他就讲了 这个政府真的是无用 无能 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米 短缀了这么久都没有解决 如果是我们国盟上台 一定settle 一个月内我们就可以彻底的解决掉它 所以我会觉得 牧尤丁的这番言论之所以讨人厌 不是因为他攻击政府 坦白讲 其实马来西亚的本地米闹短缺 是一个事实 政府没有很有效率的解决 也是一个事实 所以反对党去监督这个课题 我认为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 牧尤丁他的这一番言论里面 其实是没有任何实质的内容的 他讲说本地米很短缺 它可以解决 一个月可以解决 他有提到它怎么解决吗 他有提到说本地米短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吗 完全都没有提到 但是呢就有那种迷之自信 讲说自己一定能够解决 这就是我自己认为很讨人厌的这个地方 所以今天我稍微为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问题的真正的原因 当然我是没有这个能耐 我是做一些功课了 根据这个新收日报的这一个专题的报道 他们其实有特地的去问了这些本地的米商 结果发现了 其实马来西亚的本地米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短缺 或者是闹什么急煌 不是这样子 现在你去到很多的这些超市 是可以买到米的 但是你看到的很多时候是进口米 本地米呢非常少量 然后很快被抢光 而真正的原因就是 其实近期这个进口米的这个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呢本地米的这一个价格呢 却被政府有一个顶价定在那边 目前根据这个米商的这个批发总会长 他说是10公斤26令吉 所以假设你是商家 OK 你进了这些米之后 如果你卖本地米呢 因为这个成本不停的往上涨 所以呢 其实你拿到的那个成本价 已经是很高了 但是你卖出去 只能够卖10公斤26令吉 所以那个毛利是非常稀薄的 他们的说法是 一包只能卖50C 赚了50C 但是相比起进口米呢 因为没有设顶价 所以就算是你收到的这个成本高 但是你可以用更高的价钱去卖出去 所以这就是造成了 非常多的商家 他们不愿意去卖这些本地米 甚至出现了 有人就把这个本地米呢 直接掺去进口米里面去买 然后被检举举报 这就是现在呢 目前我们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本地米因为有这个顶价 所以没有人真正愿意的把它拿出来买 所以明白了这个议题之后 肯定会有人问 那不就直接把那个顶价拿掉咯 或者像很多人建议的 就自由浮动 不过这就是所谓英文里面有一句言语 叫做pick your poison 就是其实你维持现在的状况 或者你拿掉顶价 都是有那个代价需要承担的 我举一个例子 现在维持着顶价 好处是什么 也就是呢 仍然我们可以有一定的这个数量的 这个本地米 便宜的米可以让民众去购买 所以一些比较困苦的人呢 其实他们还是有办法买到一些比较便宜的米 只是手脚要快 就是去抢 如果这个顶价拿掉之后呢 当然它的好处就是呢 这一个所谓的这个数量会更多嘛 这个市场的本地米会更加的充裕 但是当然变相的 就是你并没有存在着比较便宜的选项了 本地米跟进口米呢 可能都会变得比较贵 可能本地米会稍微便宜一点点 但是变相的就是那些可能困苦的 想要买到便宜本地米的就不能够了 因为顶价拿掉了自由浮动价格了 所以在于便宜的价格跟市场的这个 这个供给要充足 你必须选一个 你必须要选一个 你不能两个都要 你不能讲说这一个这个市场的本地米很充足 然后呢价钱又便宜 如果你要这样做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政府再给补贴 再给补贴 每一包米可能补贴五令吉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便宜 所以其实每一个政策实行下来都一定有它的那个代价是需要你承担的 那现在政府采取的就是他还是要维持着这个顶价 他还是希望本地米成为其中一个让一些可能贫困的人可以买到的这个便宜的米 哪怕是这样子做呢 确实是会让这个米是更加的短缺 但是这就是他要承担的代价 所以聊到了这边 你明白了四问题的核心过后 再问回木有顶 他们讲说一个月要解决掉这个问题 是怎么解决 如果他们的做法是拿掉这一个顶价 自由浮动的话 那他要承担的就是白米的价格就往上涨了 本地米的这个价格往上涨的话 肯定通膨也会随之往上涨一些了 所以这是不是他要承担的代价呢 他也没有讲 还是他不敢去讲 他不敢去承担那个代价 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是他很嚣张 也很自大的一个这样子的作为 因为真正的政策落实下来 都有他的成本代价需要承担的 你不能够光听你一句话 随随便便 你也没有讲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你就感觉好像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这就是他嚣张的这个地方 而我越想也越生气 为什么呢 如果大家还记得 在他担任这个首相的时候 其实当时候人心惶惶 那时候COVID 其实就闹过类似的事情 人们去抢购很多的生活用品 不够 有人举白旗 那当时候他有很好的去处理这件事情 他也就是出来讲说 大家不要担心 这个政府一定会好好的解决 仅此而已 你有看到他很有效率的解决吗 我是觉得没有 或许大家可能觉得 这个COVID事情是极端案例 不能对慕尤丁太克制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去年他讲过什么 去年马来西亚这边也是闹过这个鸡蛋短缺 他呢就讲说 哦 这个鸡蛋短缺呢 我其实在家呢 已经养了鸡 那个鸡会生蛋 然后这样我家就不用怕这个鸡蛋短缺 所以 面对鸡蛋短缺 他又给出了什么样的方案呢 一样的鸡蛋短缺也是因为有一个顶价在那边 那他作为一个 这个国盟的所谓的影子首相 他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没有 然后跟大家讲说 他在他自己的家种这个鸡 什么种鸡 养鸡 然后生鸡蛋 他是以为说大家能够都像他这样子吗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很莫名其妙的东西 你作为整个前首相国盟里面其中一个巨头 但是对于名声的课题很会喊话 很会那边呢唱 这个政府呢无能什么 但是实际上从你过去做过的事情 还有你现在给出的一些真正的意见上 其实都是空泛 都是没有任何具体的这一个效用的 那你要怎么去相信呢 选你上来可以更好的去控制整个物价 可以更好的去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呢 这是我作为一个选民 我在想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再弃调不是不能骂政府 而且监督政府是好事情 但是你要给出真正的这一个方案 过去有一些领袖真的不多 有给出 我自己觉得非常好 我有讲过 但是慕尤丁这个 sorry 打不得把盖了 OK 所以这期跟大家分享到那边 我们下期见 拜拜